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五个月 俄罗斯国防部上月30日证实消息已经从蛇岛撤出 而且原因还是出自善意不阻碍农产品运输 还把这个责任踢给了乌克兰军方 说是乌克兰没有清理黑海沿岸的水雷区 才会让粮食运不出国 乌克兰武装部队则在同日表示 俄军撤离蛇岛是因为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在上月27日击中岛上导弹防御系统 29日夜间开始对蛇岛炮击 到了30日敌方匆忙搭上两艘快艇撤离残余的驻军 乌克兰军方多份报告也指出 乌军在6月以来向蛇岛发射的火箭和炮击是越来越多 到底真相为何连俄罗斯军事专家都打脸了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他分析乌军以无人机标定在发动榴弹炮间接射击发起攻击 成功消耗了俄罗斯在岛上防空系统的导弹 他直言俄军想要控制蛇岛形同自杀 俄罗斯观点报也分析 乌克兰有了西方提供的凯撒自走炮部署在库班斯基岛 距离蛇岛仅36公里 严重威胁俄军在蛇岛生命安全才会做出撤军的决定 当初俄军登上蛇岛没有想到会被密集炮击吗 俄罗斯军事专家受访表示 当初俄军占领蛇岛的盘算是要对奥德萨进行两栖登陆作战 但没有想到乌军在沿岸部下大型雷驱 这使得船只难以接近海岸 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收到了西方的反舰导弹 俄军舰艇导弹拦截能力有限 俄罗斯专家进一步分析 俄军占领蛇岛的目标根本太高 就跟当初要闪电攻占基辅相同 蛇岛就变成了俄军软乐 现在不得不撤出蛇岛 等同放弃了通过两栖作战拿下奥德萨的战略 乌军下一步会不会派兵驻守 俄军有没有相对应反制 全球目光再度集中蛇岛 以上记得要入整理报道